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个脑娃器 排一个比热肠还要热肠的热肠广 看看这边 大家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水果吗? 凡石榴? 就大片的这个索石包菜 不够味 Hi hi 我是可恩 今天是星期六早上10点钟 最近很火一个手机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这台华为Nova 7 对 很多很多人嫌我叫我做Nova 7的开箱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真的是拍的 但是我今天决定用Nova 7来拍 另外一种style的影片 就是会用它里面的一个新功能 叫做Dual View 视频 来记录下我一天的Vlog Dual View 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同时拍你自己的脸 又可以拍你眼前看到的景象的一个功能 那其实这功能是不是真的有用了呢? 我自己也想了很久 拍得到自己又拍到别人 真的是好看的呗 Anyway 自从我开始拍Vlog 周来 就很多人PM我 讲教我拍多一点Vlog 他们觉得很想看我的Vlog 所以今天我就会用这个Nova 7 拍一个比热长还要热长的热长网 就记录下我一个周末到底是讲过的 OK 现在先简单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Nova 7的外形是长这样的 Fulama 这个颜色哦 它不叫什么天空蓝啊 深海蓝啊 什么翡翠啊 它就简单直接叫做气号色 它就跟恐慌一样的命名方式 就用树木字来命名气号 要讲它是什么颜色 其实我也跟大家讲得出来啊 就是一个有紫色有青色有蓝色有橙色有黄色的一个 渐变Combination 然后它之所以叫气号色 就是因为当它在阳光的反射下面哦 会从镜头开始延伸出很多个折痕 这样这些折痕呢就看起来像是一个气 而且是很多个气 蛮特别一下的 这些配置就可以参考这里 好啦 那今天的Vlog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现在就已经开启了这个Door View的功能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脸 然后再看到我面前看到的一些画面 我每一天早上出门 我都会做一件事情的 那就是去逗猫 我们家这边有一个很出名 看称网红流浪猫 我很喜欢找它的 带给大家看 它通常常常睡在这个草丛这里的 喵喵 OK 它应该是去别的地方 找到了 来看你在这边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只 就是我们家很出名的 腿硬猫 因为它只要靠人 它就会撸上前去 你看你看 很美哦 灰色的毛 超漂亮啊 啊 这个就是我的溜猫热场 拜拜 我妈今天心血奶炒做面包 妈咪 什么名堂 这个面包 刚刚刚好不够面包 OK啦 恍恍好漂亮吗 好刺的 干什么 行的 成功的 它现在刺一根会不会不刺的 你拿下来 做面包做到你好像做泥水 像晨晨慨 我妈咪第一次做面包 我妈咪第一次做面包 成型了 这个好像 成型了 刚才不够面包 要拆更久一点才会更加黏的 现在已经成型了 然后就给它发酵到两倍大 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 今天天气非常非常非常好 又不会很热 然后又有一点点风在出来 所以我们去跑步吧 我已经换好衣服了 到了 这个就是鼎鼎大名的 我家附近公园 然后很多人在这边跑步 但是因为今天 不论为什么可能大家都去 去cafe啊 然后去shopping mall 所以今天没有人啊 平时会比较多人的 因为我有一个跑步 就要听歌的习惯 所以我准备了这个 华为的3 bus 3i 耳机 可以降噪 所以就是完全就是一边跑步 一边沉醉在 音乐的世界里面 它其实只要戴上去就已经connect了 然后现在就是 音乐的声音 非常非常安静 然后tap一下就是暂停咯 再tap一下就是播放 就非常非常方便 你就是跑步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一直拿手机出来 要暂停还是怎样 又可以听电话 我只能拿着手机跑一小段路哦 因为这样会很累 给大家看 炒到了一个非常优美的环境 就是小池 ok 小池 然后它就是做成一个假的河流 然后一路沿着这里到门口哦 非常漂亮 看到没有 也太美了吧 真的很漂亮有没有 这里就是穆斯林祈祷的地方 然后你沿路走就是各种的花花草草 而且还有果实耶 这是什么 大家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水果吗 不懂 翻石榴 在跑道面前就是有一个游乐园 那是游乐园也风起来了 行管理期间 所以这些设施都不能够玩 不拍了 很累了 我要专心跑步 拜拜 等下再见 要走回去家 然后冲凉 拾拾一下 要准备今晚的晚餐 今晚的晚餐我们决定自己煮 所以等下我就要去A.ON 买料先 好那现在就买了一些 煮饭的东西 准备去 橘板仔 那东西去夹先 谢谢 谢谢 哇 英雄 哇 一个人拿完诶 等一下 我的枕头 嗨 我的枕头 好 关车门 我们今天准备了 生一送一趟 就是有肉有菜 然后还有汤 非常非常丰富 然后厨师在前面 嗨 虚恐竖 有一个大厨在 puedan 会把我揍的 让我表演 我摔拾一下 哇 很厉害 再来再 Close up 真的吗 很厉害 会给害兼我的 对哦 单身的大厨 有谁要 快来拿去 单身单身 哇 很厉害 羊角的 豆腐 这个我喜欢吃 冬菠油 然后这个是 公斗鸡丁 西松 一汤 汤在这边 这个是 辣椒 开动啦 首先先吃这个 要再往找的 手撕包菜 Keep down keep down keep down 这样大片的这个手撕包菜 嘿嘿嘿 这个好棒哦 好搭配 好搭配 它是麦香很好 这是公斗鸡丁 这个 这个 有点点 哦 公斗鸡丁很好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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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OK希望有多余视频功能 一天从来我的个人感伤就是 它的优点缺点都差很多 优点的话咧 因为它是可以同时拍自己跟拍风景嘛 所以你就不需要拍两次 比如说如果想我要拍猫的情况咧 我就要拍完我自己 然后再拍那个猫 就是我要switch cam要拍两轮 但是有了dual view之后咧 我就只需要拍一次罢了 就是可以同时拍猫跟我 然后你大家也知道动物哦 是比较难捕抓的 因为有一些他们会一直动嘛 所以你们会很难拍的 那用了dual view 你就是可以同时直接把最正规的画面拍下来 就不用拍两轮 有时候像这种拍动物的情况咧 等你switch cam来 那个动物就走掉了 再来的就是dual view的影片 比普通单一的画面影片更有互动感 就是当两个画面放在一起 我的手穿过镜头就要立一个画面的时候 那种互动感就是特别强 而且影片看起来也没有这样单调 画面也比较搞笑一点 拍vlog嘛就是要日常搞笑咯 这些缺点的话也是有的就是哦 当我把两个画面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发现画面里面的我是比较丑的 哈哈 我又太专注去拍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拍坐纸上的食物 我的镜头就会朝下 朝下的时候拍着我的那个角度 就会拍到我的双下巴拉 拍到我的鼻孔啊 就是 很丑 哦 很丑 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no watch 它不像p系列这样子 它不支持超级防抖 所以像是我边走边拍的时候 那个画面出来就会比较慌一点 但如果动作是没有这样大的情况下面 其实它是ok的 我个人觉得如果它是有支持超级防抖 我会更好一点那 好啦以上就是我的一天使用体验 现在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给个like 然后分享出去 然后看过很多很多很多次 我是凯能 下次再见 拜拜